弟兄姐妹们平安 祝福你有一个灵性充满亮光的一天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也就在我预备灵修之前呢 发生了一些事情 在事工上有一点挫折 而这个挫折呢 我身边的人是没有办法明白 但是神就透过了一个姐妹给我的短信 给了我莫大的安慰还有鼓励 让我想起了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到 万事都要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让我们开始 今天我们的灵修是在西伯来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 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送养你 我们这几天提到当神预备我们生命的苦路的时候 同时他一定也会预备一条出路 想想耶稣他既尝过了死亡的滋味 又受了苦难 使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宝血遮蔽而成为圣洁 耶稣的档次跟我们档次明显的不一样 他是使我们成圣的 我们是因着他成圣的 但耶稣却不看他自己比我们更高贵 愿意与我们 以弟兄姐妹相称 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50节 说到了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夫妻之爱虽然美丽 却有自私 亲子之情虽然温暖 却要适时地放手 朋友之意虽然贵重 却难免也会被背叛 然而成为主耶稣的兄弟姐妹 就是主的肢体 是一段细水长流 坚固稳定的恒久关系 当地上的路走完的时候 在天上我们依然是弟兄姐妹 在天堂没有婚姻制度 只有圣徒敬拜 永远的与生在一起 我们可以再多思考一点 为什么主内的弟兄姐妹情感 有时候比夫妻情感 朋友情感 亲子情感 同事情感更深厚呢 因为所有的关系当中 都有些利益的交换 相互的期待 应尽的责任 所有关系的中心人物 不是自己 就是对方 所以冲突是很难避免的 而所有的关系 也有结束的时候 然而主内的弟兄姐妹关系 是以主耶稣基督 为中心去发展 当然也会有冲突的时候 不过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下 学习怎么样 与弟兄姐妹合一 其实 即使意见不一样 灵命不相称 但在主耶稣基督里 我们就是一家人 主内的弟兄姐妹关系 不会结束 因为在天上 我们还要长久相聚 想到这里 你可能 想到一些人 你会很开心 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也许有一些人 会让你觉得 哇 我们竟然要永远在一起 但是放心 因为等我们在天堂的时候 我们已经脱下了 这个残累我们的罪 我们不再有那个罪性 我们对人 也不会再有那 慕名的敌意 还有 以自我为中心的 那个自私的心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何等大的恩典与爱 主耶稣本有与天父同样的神性 却也愿意降低自己 成为人的样式 称呼我们为弟兄姐妹 主耶稣的谦卑与包容 使我们成为属神尊贵的儿女 求主赐给我们今天 所需要的力量 让我们以我们的生命 来颂扬主耶稣的圣名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